大家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如何能够让鹤旺男的小苗加速生长 让它尽快养成一株状苗 这个时候我们只需要用上三招就可以了 首先第一招就是进行控温 鹤旺男的小苗适应生长温度是17度到27度之间 那么我们把温度控制在这一个区间内 那么小苗就能够加速的生长了 第二个就是经常给它喷喷水 可以增加湿度 而且还可以清洁叶片 叶片清洁干净的可以增强它的一个光合作用 要想光合作用能够增强 那么我们还可以给它在叶面上喷湿一点这个EM原路 这个EM原路可以增强叶片的抗性 还可以增强它的光合作用 让它继续光合产物更多 光合产物多 只住了自然后期也会越痒越旺 我们将这个EM原路以清水按照1比800或是1000的比例给它稀释 然后每7到10天喷湿一次 就能够加速你这个鹤旺男的生长 那么第三步就是要补肥 这个时候补肥很关键 因为小苗生长速度快 虚肥量就是比较大的 那么我们就要每半个月给它使用一次肥 那么用肥的话 大家可以用一些这种畜生长型的这种有进营养液 这种营养液的话 淡含量和甲含量相对偏高 是比较适合鹤旺男这种小苗来生长 因为鹤旺男小苗对淡含量和甲含量的需求是比较高的 那么我们将它与清水按照1-500的比例对水稀释 然后给鹤旺男进行灌根就可以了 每半个月使用一次就能够有效的促进它的生长 所以想要让鹤旺男的小苗能够加速的生长 那么养护的过程中 我们用上这三招基本上就足够了 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